字幕提供 好老闆現在我們這一集要換的部分是 這個是 這個叫做滑塊螺絲 因為這個車的後面是 設計是走鏈條的 所以它會像打桶車一樣 要去調整我們鏈條的鬆緊度 就是靠這個去做調整 就靠這兩個螺絲 對對對 因為這個就是 但是這個是比較好的材質的螺絲 跟原廠的比起來 原廠會比較容易生鏽 所以換上這種螺絲 就比較不用擔心它會生鏽的問題 然後它的硬度也比較高 比較不會變形 對 所以材質好 價錢 也會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 有做一些造型 就是離不開造型 造型 看起來也會比較賞心悅目 對 然後這兩個產品的話就是 它是白鐵的 是軸套 對 跟原廠的軸套比起來的話 這種 這種產品它的精密度會更高 硬度更高 所以在轉起來的時候 公差比較小的時候 就可以減低一些 原廠軸套 對 不必要的震動 或者是說 可以讓後輪轉更順暢 騎起來也會有一點點的體感 所以它的材質 有 都會 都是比原廠的材質再好 剛剛你說那個精密度的關係嗎 對 就是一些精密度上的 它的製程都會比原廠的再更精密一點 然後原廠有一些東西是鋁座的 這個是白鐵 所以它硬度又很高 比較不會變形 那最好的材質會是 就是用鈦 鈦 對 像這兩隻應該就是屬於 鈦 用鈦做成的螺絲 那一隻的話 會是 它是賣一組 一組的話是1300 兩根就賣1300 其中一堆一定要有質感 多少個便當 這個也沒有賣單隻 所以只賣一堆 一買就是要買 因為這種調整都是一定 左邊一個 左邊 左右都要換 對對對 好 那這個顏色 這個是我另外再去送去 客製的 對 這個應該是客製的 一般應該不會 這個產品原本只有白鐵的顏色 就是另外請人家去做加工 那這兩顆的話 這個加工的話 大概也要一千多塊 也要一千多塊 兩顆 也要一次過買兩顆 這也是一對 因為我們輪框 這邊也是一左一右 對 了解 OK 那我們現在可以 開始施工 開始施工喔 OK 好 好 現在是怎樣 這東西還不能用 不能用 沒有 就是剛剛拆了 這個之後 所以現在沒辦法換 沒辦法換 沒辦法換 因為它工叉就有問題 因為它輪心跟那個滑塊 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 有那個 工叉在 所以它也鎖不進去 所以沒辦法 所以只能用噴黑的 對 只能噴黑的 對啊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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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這工叉叉 它歪一邊 所以它輪心過去根本就不符了 對啊 因為這邊是頂的地方 哦 頂的地方 對啊 假設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它孔開錯位置了吧 對啊 對啊 而且還是看得到啊 被缺 被缺 還我錢 哈哈 還我錢 好 各位觀眾 因為就是 有一些小疏忽 變成說我們現在就是 拆了 這一些東西了之後 發現就是沒辦法就是 安裝 所以變成說 現在就是把 原油的零件 就是噴黑漆了之後 我們再 裝上去 那這一琴是 先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就是 自己 自己土泡啦 自己土泡 我們把它自己 噴成黑色 變成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因為我們之前買的那個零件 根本 所以 所以 所以在買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通常一定要先 跟 幫你安裝的店家 先討論一下 這個產品是不是 可以安裝在自己的車 車上 因為要跟觀眾講一下 不要犯這種錯誤 我想說 以勝是責 有沒有先 這是非常大礙 對 你看 犧牲很大 好 少吃兩碗泡麵 好幾碗泡麵 好啦 我們這一集就是 先這樣子 然後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分享 還有點讚 那 機車好了沒 還沒的話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